主天万 Johan 心 阿异耶 王温 怀了 共互联作 全国的全国的 互联此 阿弥陆 阿弥陆家 很高兴可以来到基督之家 第三家 我从来还从来没有在这个基督之家的中文这边中文聚会这边来讲 只是在英文那边 今天晚上真的是很荣幸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见到你们 请你们逗逗月亮 虽然我是在中国出生 还不能用中文传道 我的父母是从德国去到中国的 我父亲在一次大战的时候 在德国的入军当中服役 那个时候他对神就有一个承诺 那是比你们的时间早很多了 战争是从1914年到1918年 我想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在那个时候 我父亲向神许诺说 如果你带领我可以安然度过这场战争 我就要做你的宣教士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人会不会敢这样去来做祷告 希望不会有一个战争来需要你们来参与 他经历了整场战争 就全然没有受伤 他战争一结束就去申请加入了内地会在德国的分部 他在1924年到达了中国 那是95年前 他和我的母亲在中国服务了将近30年 他只有一个遗憾 他不能回到中国去 我们全家在1950年离开中国 作为移民到达了美国 我们是德国人 我们不知道美国人会怎么看待这些 沉浸在二战当中是他们敌人的德国人 我有很大的不安全感 我想你们可能也理解我这样说 因为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 我可以感同身受 但是美国人对我们很好 他们可能觉得有点对不起我 因为我的英语不是太好 我只有在跟我的加拿大的太太结婚了以后 英语才得到改善 我很高兴Alice今天也跟我们在一起 请你站起来让大家可以看到你 虽然她不是很高 但是一般来讲浓缩的才是精华 我们结婚已经63年了 希望还有再有63年 不是真的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美满的人生 有很少的太太像我的太太那样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我们在台湾 我们在台湾认识 我们在台湾结婚 我们的两个小孩也是在台湾制造 我太太才是我们家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 我是有德国的DNA 但是中国制造的 但是她可能只能回到苏格兰去寻找她的这个基因 我带着我太太到周游世界各国 我们在台湾服侍了超过十年 我们到了台湾各个角落 包括很多的岛上面 然后神又带领我们去到巴西 我们在那儿必须要学习葡萄牙语 我们在巴西过得很好 可是神又说 你们必须要回到美国来 要在本部来服务 我不想那样做 因为我希望能够在宣教的工厂来服侍 但我一来到这边 我就发现这是神要我来的 我甚至在办公室里面也很喜欢这样的服侍 我总是等着礼拜天的到来 因为在礼拜天我可以跟圣和西的这些教会的会众来在一起 我也在主日学里面教导 这个主日学一开始只有三十多人 慢慢地增长 最后那个班级有三百多人 我也很喜欢我的周末 因为我在周末可以来分享神的福音 神又说你在美国的时间到了 我需要你现在回到德国去 那是我心里面一个很深很深的期望 我希望回到我自己的百姓当中去 在德国六七年之后呢 神又说现在我要你去非洲 我不想去 神说那是你要去的地方 结果呢 我发现在那六七年是我这个生命服侍当中最好的六七年 如果有人问你在这一生当中 有什么地方是你去过最好的地方 我会说每一个地方 只要那是神要你去的地方 那就是最好的地方 我带着我的太太去到那每一个地方 去其中一个地方都已经很难了 你必须要打包做好一切的准备去到那地方 她在台湾就得要学讲普通话 她到了巴西要学去讲葡萄牙语 到了德国她要学讲德语 我太太说她到天堂神会问她 你在地球上做了什么 她说我去了很多语言学校 她在这些地方都跟我一起同工 我真的是很感恩 在我的一生当中 宣教都深深地在我的心里面 我成长在一个宣教士的家庭 经常是在很艰难的环境当中 你们都知道中国的战争是从1937年就开始了 当时日本入侵中国 那个时候我才六岁 很快我就意识到战争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看到日本的飞机飞到湖南 当时我们家在的湖南的上空来扔炸弹 我的父亲经常去照顾受伤的士兵 那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刻 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 德国人就变成中国的敌人 我们很爱中国人 但是我们的政府 德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是同盟国 所以我们就被中国政府 关到一个集中营里 然后我们必须离开我们在湖南的时刻 但是我父亲在中国待得够久了 所以他知道中国人很会谈判 所以他就跟官方去谈判说 为什么你不把我们驱逐出境呢 这样你就不需要再照顾我们了 你也不用再给我们食物 你也不用再给我们提供住宿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所以我们被中国军警 和警察 从湖南 到贵林 到什么 是英语的 英语的 我们就被中国军警 一路护送着经过了湖南 贵林 一路到了当时的印度之那 这是越南的北部 今天越南的北部 我们被交给了当时的法国人 我父亲说 我现在还 我还需要回到中国去做 我没完成的事情 所以我们又重新进到中国的上海 我们坐船从中国的广州 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 中间短暂的停留在台湾的基隆 然后从那儿到了上海 那是一个很危险的旅程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潜艇在附近巡逸 我们是有一些船是一起走的 这个队伍前面的船只被鱼雷击中就沉掉了 我们背后的船也被鱼雷击沉了 我想他们很想念我们 他们错过了我们 美国的潜艇打得不是很准 我们在上海 我父亲不但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教导主日学 而且他还在一个德国教会里面服侍 当战争结束了以后 这是我生命当中很悲惨的一段时间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未来了 因为我觉得神不再爱我了 祂把我的生命都摧毁了 我不能回到德国去了 因为德国被战败了 那我在中国又有什么出路呢 因为当时已经是被共产党统治了 但是神很神奇地为我们开路到了美国 我想我可能再也回不到中国去了 但是神有祂的计划 所以一生当中真的很奇妙 神不断地带领我们 如果我可以再来一次的话 我也不想改变任何事情 我想宣教是人一生当中 可以做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了 永远不要为宣教师的孩子 觉得他们很可怜 因为他们继承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 他们会很艰难 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有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真的属于谁 我自己也是在这个当中挣扎过 我不是中国人 我也不是德国人 我到底是谁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这个不想谈太多 今天晚上我要谈的主题是宣教的祝福 因为我看到神为着这些顺服的宣教师们 预备了很大的祝福 我们作为神的信徒 我们应该了解宣教的这个基础到底是什么 神有没有在他的话语当中向我们启示 为什么宣教这么重要呢 我们作为扎根在圣经当中的基督徒 也应该寻找圣经当中的根据 这是对我们生命中每件事情都是如此 圣经必须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的基础 宣教必须建议一个事实就是 我们的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本书 我很遗憾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改变 现在的教会大家都已经不太关注圣经了 他们有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替代品 就是手机 这个技术是很好的 它可以让我们可以更容易的 可以跟别人来接触和交流 但是有的时候它也会让这个变成撒旦的工具 有很多像黄色的录影录像 也会这个时候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它给我们的小孩子带来 还有很多其他人带来很大的危害 我希望这对于这个教会的领袖来讲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回到这个圣经来讲是对的 我希望在家里有圣经 不需要在这个圣经上把灰吹掉 真的开始使用圣经而不仅仅是使用iPhone或者iPad 我要回到今天回到旧约来谈一谈宣教 宣教并不是耶稣离开了他的门徒以后才有的新的事情 人们说当想到宣教的时候 我只想到一句经文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就问他你知不知道另外一节经文 我会想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圣灵就必降临到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须得着能力去从耶路撒冷 去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之道地极 我就想不出其他的经文了 让我给你另外一句经文 我们要回到旧约 因为神一直是爱整个世界 他爱他所创造的每一件事物 他不愿意一人沉沦 愿意万人得救 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 我会来读四节的经文 前面的一到四节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在宣教上的基础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你就看到世界的宣教是从哪里开始的 让我解释下这段 非常简单 我给你们四句话 你们回家的时候希望能够记得这四句话 这是第一句 神说话 可以记住吗 第二句 神挑战 神说话神挑战 第三句 神应许 第四句 亚伯兰亚伯拉罕顺服 第一句是什么 神说话 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千年前 神来到一个住在乌尔的一个人的家里 这个地方在今天伊拉克南部的一个小地方 我女儿曾经在伊拉克服役待过一年 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但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 住在一个城市叫做乌尔 神向这个人显现 他向这个人说话 为什么神要选择这个人来跟他说话呢 我们不知道 如果你们到了天上 你可以问神 为什么你选择亚伯拉罕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 因为神有他自己的计划 他选择亚伯拉罕 他们当时是崇拜月亮的 重要的是 不仅仅神向亚伯拉罕说话 亚伯拉罕也听他 亚伯拉罕怎么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呢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当神说话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是从神来的 神从来不会让我们怀疑他是谁 亚伯拉罕意识到这个向他说话的是他的主 他是唯一的真神 他们附近的人所敬拜的那些神都不是真神 月亮也不是神 月亮是由神所创造的 月亮怎么会变成神呢 当神向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 亚伯拉罕听神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利的事情 就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有一颗愿意聆听的心 我不知道神是不是跟他用一种可以听得见的声音来说话 或者是直接向他的心里面说话 神也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说话 有的时候是通过不道 有的时候是通过一个别人对我们说话的人 有的时候是通过我们读书的时候 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 神有很多不同的说话的方式 但是他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来说话 我们要么就回应他所说的话 要么我们就逃避 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相信你们一定在心里听到过神的话 这就是亚伯拉罕听到的 重要的是神说话的时候 事情就开始改变了 如果神不说话 没有事情可以改变 神说话 他就创造了整个宇宙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如果你读整章的创世纪 神说就是这样发生了 每次神说话 我们一听 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如果神不说话 什么事都会发生 因为神是一切好的事物的开始者 很久以前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 他说你知道吗 我想在巴西做个宣教士 你知道每一次有人来跟我说 他要做宣教士 我马上就会跳起来 如果是一个中国人的话 我就两个脚一起跳起来 我看到中国人如果有宣教的使命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很高兴 我就跟这个人讲 这太好了 请跟我保持联系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来跟进你 他是一个学工程的学生 他也在神学院学习 他说我已经准备好要去了 我几个月后见到他 我就问他 你准备得怎么样去巴西 他说我还在准备当中 我又几个月以后见到他 他还是说他还在准备当中 六个月以后 一年以后 他还在准备当中 我心里就觉得有点不舒服 我就问他个问题 神有跟你谈过巴西吗 他看起来很惊讶的样子 他说没有 我就得到我的答案了 他现在还是没有去巴西 所以神如果不说话 没有事情会发生 如果神跟我们说话 我们不回应 也不会有事情发生 但是神他是任何事情的 一个使者 宣教的运动的开始 并不是取决于我们对别人的爱 如果我们说 我要去宣教 因为我爱那个非洲的人 我是如此地爱他们 所以我必须去 你一旦到了非洲 你很快会失掉那个爱 如果有问题产生的时候 你就会问 我为什么要来这呢 但如果是神才派你去 这就是一个不同的事情了 我还记得神对我说话的那个晚上 有人说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你的父母就是宣教士 所以你也会成为宣教士 或者有的人父亲是牧师 那儿子也会自然成为牧师 那不是真的 我父母从来没有对我讲过 哦 我们希望你成为一个宣教士 从来没有 他们希望我成为一个基督徒 是的 他们希望我们跟随耶稣 但他们从来没有说 我们很希望看到你成为一个宣教士 但是他们有祷告 只有当我去到宣教工厂的时候 我妈妈才告诉我 你一出生我们就为你祷告 神要用你 神对我说话那个晚上 我在科罗拉多 在山上面 我在参加一个会议 会议之后我就去到的山里面 去有一个自己的安静的时间 当你在山里面的时候 晚上你就看到 所有的这个天上的夜空当中的星星 如果你在San Jose或者Fremont 你晚上抬头看 就看不见太多星星了 但是在山里面的时候 你就看到那个黑黑的夜空当中 闪亮的群星 当你看到那个时候 你的心就转向神 你就赞美神 你就感谢祂创造的这一切 当我在祷告跟神在一起的时候 神就向我说话了 神对我说 我要你成为一个宣教士 我说主啊不要 我已经在中国度过了 我在宣教士的家庭里面 度过了的生命 我知道宣教士要经历的很多很多艰难 我想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我可以在美国服侍你啊 我会很高兴的 如果你要让我离开美国的话 当然你就最好让我去德国 神说我没有谈任何地方 我只是问你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宣教士 就像这个亚伯拉罕当时的情景一样 你要离开本地附加 我问神啊 我能不能在这里服侍你呢 我记得我的挣扎 我很想跟随主 但是我就问他 你能不能让我做点别的 最后经过那个慢慢的长夜 我就跟神说 如果这真的是你要我做的 我愿意来做 那个时候我是在UCLA 读我的高年级的大学 突然一下子我就忘记了神这样对我的一个呼召 我被我的学业所占据了 突然有一个想法进入到我里面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海外的宣教师 为什么你不从这里开始呢 这个大学校园里就有三万四万个学生啊 你有没有真的向这边的人来分享福音呢 神啊我很忙啊 我必须把我的学业完成 我每天要学习六个小时 我必须要进到一个钢铁厂里面 做各种各样的脏活泪活 然后还要做一些学习 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学到了多少 我确实毕业了 但是我很忙 但有一个想法进入到我心里面 如果你不能在这里带领任何人信主 在海外也不行 圣教永远从家里开始 神说要从耶路撒冷开始 就做我的见证 耶路撒冷就是你们现在在的地方 我记得我真的很失望 很绝望 我有天回到家里面 从学校回到家里面 我就跪下来 我就向神哭泣 神啊我愿意来服侍你 我希望成为一个宣教士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让我在 UCLA这个校园里面 就体会到做宣教士的经历 我就读这样的经文 我读到亚伯拉罕 我有一段创世纪的经文 让我深有感触 神向亚伯拉罕应许 祂也向祂的太太 萨拉来应许 他们会有一个儿子 跟萨拉说 我一年后回来 你们会有一个儿子 那就是神跟我讲的话 神说我会给你一个属灵的孩子 我会给你一个人 你带领他归向主 当我看到那个时候 我说感谢主 你回应了我的祷告 一年以后我离开UCLA 我还有UCLA还有一年的时间 我都等不及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应许实现 几天以后我在UCLA的这个餐厅 我拿着我的餐盘 但是整个餐厅都满了 我最后找到角落里面一个桌子 我就坐下来开始吃 我又看到另外一个学生拿着盘子也在找座位 那个时候只有在我对面的桌子上 还有一个座位留下来 他就问我 这个座位有人站了吗 我说是的 是为你留的 所以他就坐下来 你知道吗 当我们跟神同工的时候 神会把人带给我们 我都不知道这个对话怎么开始的 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 这个人需要听到福音 我就给他福音 神已经预备了他的心 二十分钟以后 他就低下头 要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 你知道吗 我当时跳起来多兴奋 你知道吗 我当时跳起来多兴奋 你知道我不需要再等一年 这个神就已经 这几天以后 神就把这个应许实现了 我经常在UCLA把车停下来 就跟他去分享他的福音 一个星期以后 我到那个停车场去找我的车 有两个人坐在我的车里 你知道在学校里 你不需要把那个车锁起来 你知道我带领信主的那个人 他坐在车里 他还带了另外一个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的名字叫Chuck 他就打开车门就跟我说 我希望你见一见这个Chuck Chuck 我也希望你认识这个Hans 他说你给我的那些话 现在你也不给他吧 那个人也说 是的 是的 给我吧 多让人激动的这个机会 半个小时以后Chuck也成为基督徒了 从那个开始 一个接一个的 越来越多的人信住 我在UCLA的最后一年 是我一生当中最好的一年 忘了学习吧 你知道看到人信主 是多好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神借的这件事情 向我确认 让我成为圈教士 神向亚伯拉罕说话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是什么 神向亚伯拉罕挑战 那个挑战是什么呢 他说亚伯拉罕 你是一个有钱人住在这个沃尔 我要你留下所有的东西 我需要你留下家人 把你的朋友也留下 也把你的国家留在后面 我要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还都不告诉你去到哪里 那是一个挑战 不是吗 耶稣跟他的门徒怎么说 当他呼召他们的时候 他说跟随我 他们也离开他们的产业 他们离开他们的船 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人 就跟亚伯拉罕一样 耶稣说 跟从我 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 我的祖父在大概一百多年前 接受主 他在德国东部的一个矿场工作 在那个大复兴里面 他找到了耶稣 他那个时候就成为一个平训徒 但是他传福音 他像一个推销员一样 竹门竹户去敲门来传福音 我的父亲在他十多岁的时候 也成为一个基督徒 记得吗 九十五年前 他离开德国 到了中国 当神呼召我 做宣教士的时候 我那时候二十三岁 然后我就去了台湾 这是很大的荣幸 三十年前 三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的儿子也被呼召 成为在非洲的宣教士 他在非洲作为宣教士 度过了十五年 他现在在加州的一个地方 做牧师 这是多大的荣幸 神让我们 让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是多大的多丰盛的一个遗产 从我的祖父到我父亲 我也希望把它传给我的儿子 我的孙子和重孙 一代一代 每天早上我跟我太太祷告 我们提名为我们的孙子们 提名祷告 他们有一些认识主 但是他们的基督徒的生命 还很软弱 他们都是在目前国家的一些工人阶级当中的一部分 可是他们很难信主 他们都知道 这些真理都知道 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为他们祷告 每天早上祷告 每天 有的时候我们还看不到答案 我们看到我们的女儿曾经有几年离开她的信仰 我们就为她祷告 让她回来 她经历过一个凌晨上面的一个弯路 我们为她祷告了二十八年 然后神回应了 她回到神的里面 而且她完全地委身 多大的祝福 所以汤亚伯拉罕被挑战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 她的太太会怎么说 我们要去哪儿 她说我不知道 她说你要离开这些东西 可是你是不知道你要去哪儿吗 这是很合理的问题 但她走了 她去了 神挑战了她 但神挑战之后还有更多的 他也给她应许 他给他很了不得的应许 我要使你成为 我要祝福你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他那时候还没有儿子呢 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一个人都已经快一百岁了 他怎么可能再成为大国 不可能的 但神应许了 神也持守他的应许 他有没有持守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是的 今天我们还有以色列民族 希特勒试图杀掉所有的犹太人 六百万 他以为可以把所有的犹太人杀光 德国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段历史 但他做不到 因为他们是神的族 如果你敢碰以色列人的话 你就是碰我眼中的铜人 今天这些伊斯兰国家 在中东 成为一个以色列的国家 他说我会使你成为大国 你知道以色列人当中出过 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诺贝尔 或者得奖者都要更多 现在只有大概八百万人 真的是很神奇 他说我要祝福你 我要使你的名为大 对我们所有基督徒来说 他也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因着我们的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读如果保罗谈到亚伯拉罕 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们说亚伯拉罕是最伟大的父 他是上帝的朋友 这些犹太人 对他们来讲 亚伯拉罕是最伟大的一个人物 还有对穆斯林来讲 他们也很遵从亚伯拉罕 所以真的很神奇 亚伯拉罕的名在基督徒 在犹太人当中 在穆斯林当中 都是很伟大的 这就是神的应许 神说你也要成为一个祝福 因为地上的万主都要因你而得福 我们今天坐在这边 我们这些得救的人 我们得到祝福 是因为神祝福了亚伯拉罕 这是多神奇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当中的一部分 今天晚上我忘了戴手表 我总是戴着手表的 因为在美国我们必须要准时 我真的喜欢我在非洲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需要看手表 我们是按照日历来讲道 我们这个日出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讲道 日落的时候结束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喜欢那样 如果你们有牧师是很喜欢 很长的讲道的话 把他送到非洲去 他可以整天讲道 我有次在美国教会讲道 在过去二三十年 我只是对中国的教会讲道 有的时候也对美国教会讲 我更喜欢跟我的百姓 就是中国人一起 我这一边讲道 我一边看他们后面的那个钟 就像你们这边那个一样 我就想我真的是 如果在非洲就好了 我可以讲多长 我故意不看那个钟 我就转过来 看着另外的地方 我那样做了几分钟以后 后来我转过来看那个钟 去哪里了 钟不见了 有人在那画了个日历 我就说感谢主 复兴来到美国了 神对亚伯拉罕说话 神也挑战亚伯拉罕 神也应许给亚伯拉罕 然后神退后 亚伯拉罕轮到你了 你怎么说 亚伯拉罕顺服了 很简单 神说话 神挑战 神应许 现在轮到我们来 如果我们相信神对我们说话 如果他透过他的灵 向我们挑战 不是透过其他人 而是透过他的灵 他透过来向我说话 我就只有一个回应 就是像亚伯拉罕那样的 那就是宣教的祝福 我想你们很多人都熟悉 宋上节这个人 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 他父亲到处讲道的时候 他总是跟着 他有的时候他会学他父亲讲道 别人就会叫他小牧师 有一天他跟随了主 他说主我愿意跟随你 但是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去美国学习 在那个时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是神很奇迹般地 为他开了去美国的路 他到了这边上了大学 他学了医学和神学的预科 但他的英文很不好 他们说你至少要五年的时间 才能大学毕业 但宋上节是个很聪明的年轻人 三年他就拿到了学士学位 在三百人的年级当中 他是成绩最好的四个人当中的一个 人们就开始注意到他 报纸也开始报导他 关于这个年轻的中国的科学家 同时他把他的专业转向化学和数学 他觉得会比较容易 我可不觉得学化学和数学会容易 不管怎么样他变得很有名 二十个月之内他就拿到了他的硕士学位 一两年以后他又拿到了博士学位 各种各样的聘书就来找他 就是聘他在美国或者在欧洲去工作 他有一个很光明的未来 有一天晚上神向他说话了 你记不记得你曾经所许过的诺言 你说过如果我带你到美国来学习 回去你就会在中国来做传道人 他确实是记得 他是很确信那是他要做的 有一天他在纽约的街上走 他经过一幢建筑物里面有歌声传出来 是基督教的歌声 他就走到门口 进去坐下来 他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台湾的女孩 他就把她的见证来跟她讲 耶稣对她意味着什么 神就用这个台湾的女孩来对她的心说话 他就离开那个地方成为一个神学院的学生 但很快地他就被其他的牧师来看低 他看低其他的牧师 因为他觉得他有很多很多的学位 那时候他觉得他像在一个旷野当中 但是神有他的怜悯 神就重新呼召他 把他回转 当教授在课堂上如果讲一些不符合圣经的话 他就会站起来反驳 他就会跟他辩论 教授就说这个人疯了 他怎么可以跟我们这些这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样来讲话 他们就把他关到疯人院里面 他在那儿被关了八个月 一个人单间 他们觉得他疯了 他八个月里面做什么呢 他开始读圣经 从头读到尾 他在八个月之内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三十遍 他说我的神学院的学习都是在这个监狱里完成的 封人院里完成的 他被放出来以后他就可以回到中国去 他坐在船回中国的船上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风暴 不是外面的风暴 是他内心深处的风暴 他不是已经放弃他所有的了吗 他就回到他的船舱里面 他就打开他的箱子 他就把他所有的荣誉证书 各种各样的奖章 各种各样的协会的证明都拿出来 抱在他的怀里面 然后走到甲板上 扔进大海里面 他说我要把我的后路全部断掉 我跟他们再也没有关系了 我只要专注于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要履行神给我的呼召 就是要向中国人传福音 他从江西南昌开始 我去了那很多次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他在中国各地旅行 有一次他到湖南的时候 他的一个同伴来 我不知道他是跟着他一起来的 还是在跟着他父亲一起 传福音的这个团队里面 我那时候只是六七岁 我坐在第一排 我就听宋上节 我就听到他讲到神的恩典 湖南话 上帝的恩典 湖南话 上帝的恩典 我的心被真正地感动 宋长节周游整个中国 他的身体其实很不好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努力地传福音 我想他死的时候 仅仅刚刚四世出头 但他留下 在整个东南亚 留下他的足迹 不管是台湾 还是菲律宾 还是马来西亚 不管是台湾 还是菲律宾 还是马来西亚 他都留下他的足迹 真的是神的一个很重用的仆人 他听到了神的话 他也回应了神的挑战 他也接受了神的应许 他也顺服了 那就是宣教的基础的开始 神 如果你顺服神的话 这是多大的一个祝福 我在一个中国的教会里面 教导了几年 关于宣教 我觉得有点沮丧 因为那个教会从来也没有回应 这个宣教的呼召 有一次在吃午饭的时候 我们在交谈 我就提到这个 我想到讲到很多宣教 可是没有任何事发生 有些人就说 你必须要继续坚持来讲 因为这个信息太重要了 我就问他 我必须要再讲多长时间呢 他说你要继续再讲十年至少 我都不知道 我说我都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再活十年 他说我们中国人不一样 我问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说我们中国人爱我们的家人 我们愿意出钱来给那些宣教士 但是不要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去做宣教士 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庭 家人 我说让我来谈谈我的家人 他们也爱他们的家人 因为他们去到宣教的工厂 所以就有家庭的分离 因为这个战争的原因 我的妹妹留在了德国 当我的父亲去了中国 我们离开的时候她只有三岁 我们以为她很快就会来跟我们重去 可是很快战争爆发了 我们直到她二十一岁的时候 我们才再一次见到她 整整十八年 她跟我们的家庭是分离的 我的姐姐 她回到德国 在那边待到二十岁 十二岁 十二岁 但是后来战争爆发了 就没有人可以再回到那边 我们知道她二十四岁的时候 才再次见到她 我的父母牺牲了这么多 他们也爱他们的家人 我知道他们哭了很多很多次 主啊 为什么祢不让我们的家人可以团聚 在那么多的年里面 我们全家六个孩子 只有唯一一次的时间才团聚 只有一个周末 我们整个家庭可以团聚 后来再也没有了 我的姐姐 我的父亲 在一年之后就去世了 是的 是有一个代价我们要付的 做门徒意味着我们要放下一切的来跟随主 但是那回报也是很奇妙的 主耶稣说 如果你丢下你的妻子 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 我会给你百倍的回报 我们的主是遵守祂的应许 我今天有很多很多中国的我们的家人 那就是神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谢谢祢的话 谢谢祢对我们说话 让给我们耳朵听到 祢可以说给我们的话 给我们来好好的来顺服祢的话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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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群